沒有 是 其實說實在 你最後一句唱得最好 我小鐘還有淚 你把所有的技巧都放掉 你單單純純唱歌 你一開口 王老師還是跟我講 我們看著一下 你還是用很多技巧 你還是用很多技巧 我會建議你們等一下 要講話的時候 可不可以稍微站後面 你站後面一步 小孩子就不需要唱了 沒有 我很累 我也是 你是看筷子手行刑嗎你 老師你覺得他第一句 已經太技巧了嗎 他已經開始又 那種聲音超級唱 其實你不需要這樣唱歌 我覺得你慢慢去找到 你唱歌跟音樂的那種契合度 我覺得老師說得很久 不要渲染這一首歌 OK Don't do much 寧願做少一點 而不要做太多 對 因為我現在在星光 就遇到這種問題 是嗎 對 你剛剛好像太賤了 你剛剛好像太賤了 你是不是接下來 要請出上方保健來 你幹嘛變古代的太賤了 我提...我提供一點建議啦 就是你的... 你的其實高音很漂亮 可是你的中低音都比較不穩 你唱月輕的時候 你反而Pitch會跑掉 你唱高音反而不會 尤其在這種中音域的時候 所以你要回去練一下你的氣 然後去唱... 不要嘗試著每一首歌都喜歡唱高音 剛剛老師講的就是 你把它拉回來 中音域的部分 這個加強你就進步了 對 謝謝老師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上次在星光大道跟他們一起面對 就是... 跟大家討論一下 不是要告原文人的狀 就是... 就是要告他的狀 對一點 說... 那個... 康正廷唱了一首什麼歌 結果原文人說 他給了你好低的分數 嗨歌 嗨歌 嗨 然後那個... 別的評審有點錯愕 這個事情對你打擊很大 當時打擊很大 但是...但是我覺得... 到現在來講 我覺得... 小胖老師是說得有道理的 對...他覺得我一直... 他抓你的腳尖在難度高的歌 我替你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如果選手唱的歌 是你們覺得不好的歌 會影響分數吧 會 我覺得還好 我們還是會針對他唱那個歌的表現 不過說實在 會 會 因為... 聽歌是這樣 聽歌是一種直接的感受 不好的歌唱得再好 也是不好的歌 好的歌唱一半 他已經有一半好 例如說我們在超... 有一個潘尚恩 他曾經在有一次唱 那一首歌他唱歌劇 然後一唱 然後全場那種感覺 我們每一個老師 都好像來到了 義大利歌劇院 就感覺說 因為這歌太美 動人 他只要唱得沒有 其實那一首歌 已經帶我們進到一個 很高的層次 大家都給很高的分數 但如果他唱的歌的旋律 本身就很差 然後他又很造作作的話 其實會影響分數 所以我們常常說 選歌太重要 是... 所以那首嗨歌裡 是他唱比較戲劇性的路線是不是 是跟那首你成名的養 是同一個歌手的歌對不對 那他如果唱那個養 我覺得這幾位老師會火大耶 可是我覺得他養 詮釋得很好耶 唱一下我們火大一下 養你還記得一點點嗎 記得啊 記得啊 你就拿出你當初那個精神 不要因為他們剛才講的 你就不敢唱那個很風騷的那個 你就融入你自己有一點戲劇的 你要拿出你的戲劇張力來 看看他們會不會覺得 那是另外一種有趣的方法 好不好 來啊 來啊 快點 反正有 大把時光 來啊 愛情啊 反正有 大把欲望 來啊 流浪啊 反正有 大把欲望 來啊 操作啊 反正有 大把風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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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方方 愛上愛的雕像 雨 雨 揮揮 你上夢的朦朗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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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但因為他的旋律性跟台灣 完全不同 不過說實在這也是老一派 像鄧麗君也有這樣的歌啊 但你是把它唱得更戲劇化一點 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一直在聽你唱歌 其實你可以唱鄧麗君的歌對不對 你有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其實你其實可以從鄧麗君開始找一些 穩定度可以 我會唱鄧麗君的歌 其實你不用一直唱鄧麗君的歌 真的嗎 我想從那邊起步耶 不過因為康真廷唱這個仰 當時在星光大道就讓人家覺得說 他的表演能力很強 所以後來他就很勇敢去挑戰 各種需要大量表演的 所以剛才老師們說他需要真情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混淆說 可是我的戲劇表演 在那邊是受到很大的好評的 那尤其剛才這個仰 如果是拿出真感情唱 會不會太奇怪了 可能不行 因為如果唱得很平淡的話 就不一樣了 這個已經像在做... 是不是大媽在抓 要哭啊 吳玉 吳玉 是不是 搖 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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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